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为大家介绍装置了AMD-REN9-7940HSCPU的 吉莫克全新高性能小主机GMK-K4 GMK-K4是我们测试的第三台AMD-REN4CPU架构 RD-NAS3GPU架构的高性能小主机 它的CPU是REN9-7940HS 这是目前AMD移动标压CPU的旗舰型号 它的标称TDP是35-45W GMK-K4这个型号装置了最新架构的移动标压CPU REN9-7940HS 类置AMD最强核显Radeon 780M 双通道DDR5内层5600MHz PCIe 4.0的NVMe 三屏显示输出 2.5G网卡加WiFi6E 打开来看一下 这就是主机123x111x43.2 只有不到0.6升的体积 算是锈针了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 HDMI线了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块电源19V6.32A 一共120W功率 对迷离主机来说 绝对算一块大功率电源适配器 目前国内大部分厂商都开始更换为 这类只占一个叉叉的小电源 我们把小主机拿起来 机身接口 前半板 电源开关键 耳麦接口 USB4接口 双USB3.2A口 后面板 是9V电源接口 双HDMI2.0接口 USB2.0接口 USB3.2A口 2.5G网络接口 两侧有进风口 底部也有进风口 后面板有出风口 三进一出的通风结构 我们要打开后盖 把机器拆开来 掰开四个脚垫 卸下四口螺丝 轻轻一掰 就打开了 这就是CPU的散热系统 双热管 加静音大风扇 我们再打开正面的盖板 看看内部接口情况 两条DDR5 5600MHz的内存 品牌是英锐达 一条PCIe 4.0 NVMe的SSD 品牌是雷克萨 我们会测试它的速度 NVMe和内存 都没有任何散热系统 NVMe下面是一块RZ608 WiFi 6E加蓝牙的网卡 天线附加在这里 好了 再也没有其他借口了 我们把它复原装回 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 吉莫克GMK K4 RN9 7940HS迷里小主机 我们首先进入BIOS 这里可以设置显存大小 最大可以设置8G 没有更改性能释放的选项 来看看显示输出 USB4接口能够输出 4K144Hz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 DP接口能够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这台小主机的USB4接口 能够输出4K160Hz RGB非压缩信号 HDMI 2.0接口 最高能输出 4K60Hz 8位YCBCR444 非压缩信号 两个HDMI接口连接 我的高刷显示器和索尼OLED电视 都没有信号输出 连接我的4K60Hz和1080T的 两台显示器有信号 所以我把它当作HDMI 2.0 进入游戏时间 我最喜欢的地平线5 1080T高画质 不使用矿距尺 普通场景平均80多帧 复杂场景接近70帧 非常不错 我也试了试大表格2 1080P低画质也跑上了60帧 网游表现呢 英雄联盟4K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平均9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 跑起来50多 接近60帧 新穷铁道1080P高画质 能够接近60帧 这就是当前最优秀的 Radeon 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当然我们也跑了3DMark测试 Time Spy图信得分2884 比起6800U有很大的提升 看看这张排名表 我们和第一名也就差了100多分 希望明年的880M核显就能登顶 GIGBEN95图形测试 OpenCL得分39463 Volken得分33743 FireStrike的记录也放在这里 8376分 接着我们看看 7940HSRadeon 780M核显的 视频解码能力的提升 这时终于能应接8K60帧AV1了 CPU平均占用2% GPU Video Code Clean 平均占用80%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流畅播放 CPU平均占用5% GPU Video Code Clean 平均占用88% 我们用GMK K4 迷离主机的7940HS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1分03秒 共计663秒 对比一下 去年顶级的MD和Intel CPU 基本也在800秒左右 最低12900H 751秒 而今年的旗舰级别的两家CPU 全部都在700秒以下了 接着我们来进行CPU测试 CPU-Z多线程6,860.8 半线程6,980 在这个项目上 还是Intel的CPU流逼 他们占据了前三名 Gagbench 5多核11974 单核1997 和MacMini M2 Pro几乎一样 比民凡的7940HS差一点点 CPU-Z多核11974 5,814 单核1,797 它被别人拉开了差距 至于是啥原因 我们后面再说 Pasmark多线程 31,155 单线程4,003 有差距 但不大 从前面 生产力测试和CPU跑分测试来看 GMK-K4的7940HSCPU 性能释放 不错 达到了所有 迷你电脑CPU的前列水平 最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1531816 CPU得分 934,983 稳定性是紧粹性能 我们最惯心的问题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口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就落到了45瓦 整机功耗稳定在65瓦 CPU频率保持在3.8GHz 室温30度的时候 CPU温度没有超过91度 就这样一直维持了20分钟 内存温度显示不出来 注意SSD温度上升到了70度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5000兆B 取得了PCIe 4.0 NVMe的中等成绩 我们也测试了USB4.0 外接硬盘的读写能力 满血的USB4.0 最高3100兆B 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WiFi网卡 测试式RZ608 WiFi6E网卡 跑上了8来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很好的一类无线性能了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GMK K4 装置了强悍的RN97940HS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下带机功耗5.9-6.7W CPU-Z最高功耗72.66W 弹核满载功耗37W GIGBENG5最高功耗78.67W SETI BENG223最高功耗73.58W PASSMARK最高功耗80.78W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81.14W GIGBENG6最高功耗76.50W 时温30度的时候CPU带机温度47度 SSD带机温度66度 生产力测试CPU100的时候55分贝 如果放到耳边位置刚好45分贝 保留节目是我们给RN97940HS 运行OpenW测试 AES 956768 XX20 383643 CORMARK 477635 目前前三名都是AMD最新的7000系列CPU AMD ES GMK K4 它装置了AMD最新的RN97940HS CPU 这是一块强悍的RDNA3的APU 它完全按AMD标称性能45W 设置的CPU TDP释放 没有像其他家一样使用了65W的释放 所以它的性能比起65W释放的自然要差一些 它的RAW接口也要少一些 我们要重点说说 780M核显的图形能力 通过我们的测试 发现即使是45W释放的780M 也是非常强悍的 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是3DMARK TIMESPY图形分数对比 2884对比2949 差别不大 Fire Stick 8376对比8514 以上都是各自最新驱动下的对比 然后我们都在新驱动下 跑了大表格2 1080P 低画质下性能评测 两者也相差无几 说明即使是45W释放 也有很好的游戏性能 但是 目前这台 GMK K4 除了我们提到的HDMI接口 不能接高刷以外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是 它根本就没有内存和NVMeSSD的散热系统 我们看不到内存的温度 但NVMe待机就已经60多度了 在长时间游戏 比如低平线5 会出现降帧的情况 在顶盖盖上的时候 可以降20多帧 退出 我们发现SSD温度77 取下顶盖 可以降10帧 退出时 发现SSD温度71度 此时内存温度我们看不到 想必也不会低 这对游戏玩家 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为了证明我的分析是对的 我拿出我20多块 购买的12厘米风扇 刚好严实合缝地放在了顶部 游泪向外抽风 再玩低平线5 爽得不得了 一点都没有降频 好严实合好严实合 退出来看一看 SSD温度才51度 比待机的时候还要低 综合今天的测试 综合我们测试今年的MD移动标压旗舰 给内层和SSD散热能不能做好 是能否发挥780M核显的最关键因素 CPU的功能释放并不能有利影响游戏的性能 因为1080P游戏中需要的CPU能力 并不大 游戏优化的越好 越不依赖CPU 我们的CPU在1080P游戏中 可以算性能过剩了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